我们俩要这点信任都没有 那还在一起干吗 老天 起开 对不起 我错了 烦不烦 班就对了 班就证明没事了 老天 那天曼吉来我家和联姻的事 我必须要跟你道歉 对不起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 让我说一下前因后果 听我解释一下 第一呢 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家的地址 是他爸告诉他的 他本来不想来 是他爸逼他来的 第二 我跟曼吉说过 以后不要来我家 他也听进去了 第三 他是有男朋友的 叫孙昊 是个设计师 第四 联姻的事 是假的 假的 今天我去找了孙显面谈了一下 把事情都聊透了 目前我们的家长 都没办法改变心意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演戏 他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他提出来的 其实啊 他比我更不愿意接受这段婚姻 那他这到底是在干嘛呢 都不知道是为了他男朋友 虽然他没有明说吧 但我调查过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隐情 那你们就打算这么演着 不怕你爸他们看出来 这会很难收场哦 好 我一定会找到一个 两千七美的解决方式的 你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在催你哦 我知道 但我也一定会解决的 最近我爸的精神状态挺差的 我必须要解决此次危机 我怕他受刺激 你这段时间多陪陪他吧 嗯 但是我也担心你啊 担心我什么呀 两个人不用无时无刻 都在一起 而且这段时间 我的工作也很忙 你解决好家里的事 不要有顾虑 好 谢谢你毕竟 我怎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觉得你不太担心我 你不都说过 你们俩只是演戏嘛 而且再说了 我们俩要这点信任都没有 那还在一起干吗 我一定会解决的 不用着急 这事没这么简单